民進黨中央規劃 青鳥下鄉活動 要爭取民眾支持 反國會擴權 由立委制製相關小物 與綠白兩色為主 搭配青鳥圖案和字樣 以及二零二四台灣 將贈送給參加民眾留念 目前首站已確定十四號 從花蓮出發 首長下鄉在花蓮 負責出馬的勢力為沈柏陽 見指傅昆琦 異位農後 隔天十五號規劃在民主聖地 臺南 藍營為了反制 也宣布展開藍鳥行動 將和綠營在臺南正面對決 做一個對抗 藍綠隔空護槓 而目前政院副議案 最快十一號送達十二號展開 程序委員會 主會預計十八號 可能針對副議案被詢 二十一號就能進行表決 根據憲法徵修條文規定 立院必須在副議案 送達十五天內作成決議 若預期未決議 擴典法案就會失效 屆時藍綠恐怕免不了硬碰硬 民進黨絕對守秩序 守規則 從全臺宣講到副議案表決 藍綠兩陣營職仇對決 都要爭取最大民意支持